放牛蛋 你屁股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本大爷的屁股很厉害的了 觉得痛就哭吧 我可以忍住不笑 你还想笑 你应该同情我 同情是对你威严的亵渎不是吗 再说 痛的人又不是我 拜盟 别笑 没关系各位 想笑就尽情笑出来 人 你没有心吗 你才是鬼吧 等等 肖似乎不在这里 反而是 这种地方竟然有门 是那种 那种救援小木屋吧 我看绘本上说 好心人都会在危险的地方造一座小房子 遇到困难的人可以进去休息 小哥 小哥肯定就在里头 你们说是吧 对啊 不 有危机意识的人都不会这么乐观 放牛蛋 你手下骂你呢 他连你一起骂 你高兴什么 阿恩 阿俊 这就是你不如本大爷的地方 懂吗 大侠不敢开 那我来 闪开闪开 打开这个就能出去了 好 饿鬼退赛 饿鬼退赛 是我眼花了吗 门里是不是有人 不会吧 你看错了 你要不再开一次 我 我 好 我开 每天就知道玩 还带换咱家孩子 退散 退散 那些人都端着碗 碗里装着豆子 什么意思 是撒到蛆鬼的人 老大是鬼 他们用豆子赶走老大 太恐怖了吧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道妻人 冷静点 你就是道妻人 我是道妻的鬼 不是人 不 问题在于 这扇门难道通往道妻 怎么可能呢 这个地方太古怪了 我现在宁可相信是闹鬼 谁 你们谁要看谁开 我反正是不开的 下一个谁 喂 派萌 你 你来吧 不要不要 你们开 我 我害怕 我来吧 加油啊 不要输给门里的东西 嗯 我倒要看看里面是什么 嗯 阿忍啊 还在看书吗 别忙这些了 想想妈妈的话 去名神大社当巫女吧 这可是妈妈给你找的好工作 一定比你 怎么了 那个是谁啊 喂 刚 让大家见笑了 刚才那个是我母亲的声音 没想到 会在这里再次听到那番话 他刚才说让你当巫女 我就是不想当巫女 才跑到黎月念书的 但家人不认可这件事 所以返回到妻之后 他们还想让我去名神大社 以我对公司大人的认知 当巫女可能是份肥差 就像有的猫能养在家里 有的猫只能在野外生存 我是需要绝对自由和空间的人 巫女这份工作虽好 却不适合我 对对 你还是适合混帮派 你看你 威风凛凛 英姿洒爽 对吧大家 现在这样就很好 工作嘛 自己喜欢最重要 这点我也同意 我说 这扇门里的东西会变 还是这种大家都不想见到的事物 那谁能开出路来 那个小哥也还在等我们帮忙 不能耽搁 几位要试试吗 免了 如果里面是让人害怕的东西 我不想尝试 如果有人能开出出路 也不会 为什么 你不觉得这种说法 听起来就很离奇吗 我根本不信 又怎么可能去实现它呢 确实你看起来就没什么梦想 我来吧 哦 恩人 好胆量 按理说 应该有 但我想象不出来 不过也好 开门看看就知道了 死老头子 今天这八斤盐 你送了三斤 卖了两斤 还有三斤拿去换酒喝 同工赚了几个钱 可是 是你说店里的东西随便卖卖就行 送人怎么了 你傻呀你 你让隔壁大爷上门来取言 谁知道他半路把腿摔了 没听见他儿子说要人赔钱哪 你这老头子 嗯 没想到竟然是民事纠纷 康康那是谁啊 不是谁 只是许多让我为难的民事案的缩影 哦 意思是你怕柴米油盐的纠纷 应该说 我有点怕那些 为鸡毛蒜皮小事纠缠不休的人 尤其像刚才那种 本来是好心 最终却闹得天翻地覆 好好的心意沦为伤害和事故的开端 唉 太可惜了 我做这行是想帮着解决一些问题 唯独复杂的人心 我还不能完全把控 我能理解 人心可能是最复杂 也最叫人伤感的事物了 不说这个了 还有人想试试这扇门吗 不用看我 我不会尝试的 我说叶兰 大家都是同伴 你就算不想尝试 好歹也给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吧 不计判 我们不计划 是谁 有得 你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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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让你活着走出层言俱冤的人 老大 你真的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不知道很奇怪吗 我是自由的鬼啊 原来夜兰是宁光的人 我明白了 所以我才想替她保密的 那夜兰就不要开这扇门了 旅行者 你呢 要试试吗 对对 万一你打开门 里面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该多好呀 比如说 失踪的箱之类的 试试吧 说不定小哥就在里面等咱们呢 咦 里面是什么呀 我说不定是什么 是什么 你可能会有点多好 有点好 它有点好 不定是 你不定是 有点好 不定是 有点好 有点好 不定是 我不定是 啊 你在这里啊 吓死我了 你刚刚跑进去之后 那扇门就打不开了 我们都在担心你 没事吧 旅行者 找到什么了 你要救对人呢 在里头吗 表情这么沉重 是在里面看到什么令人不快的东西了吧 怎么会 没事的 我会陪你找到他 打起精神来呀 可恶 只想破门 只想揍他一顿 要不是我觉得很累 一定帮你一起打 喂 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所以 我们并没能通过那扇门找到像 不仅如此 还在门中看到了自己不想面对的事物 这片秘境给我感觉很不好 它似乎一直在变化 而且是针对我们进行变化 什么意思 我也感觉到了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这里绝对不 对 我们是追着祥墨大圣下来的 可这里只有一扇古怪的门 门里的东西也非常离奇 我们害怕什么 它就让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应该是在一个违背场里的空间内 而且经过这些 我好像又有点疲惫了 可这里的疲劳明明不会积累才对 现阶段应该还不致命 否则无法解释我们不进食也没饿死的现象 我现在担心 我们的状态会不会受到空间变化的影响 为了防止爆发式的饥饿和疲劳 之后我们要按时进食休息 突然觉得心好累 一下经历这么多事 我的心灵无比疲惫 对 我也开始累了 不行不行 是幻觉 别想这些 手脚都没力气了 依据先前情况 我猜在这片空间里 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已停滞 所以才不会疲劳或饥饿 可现在看来 心灵的疲惫似乎无法避免 虽然还没找到降魔大圣 但我建议大家先回去休息 调整好状态 绝对不能在帮助他人之前 先把自己高垮了 也是 走吧走吧 喂 警瓜 没事吧 要不要本大爷背你啊 牙手 人都没想到 在帮助他人 在帮助他人 可以帮助她 站在帮助他人 在帮助他人 帮助他人 想起来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